一条巨蟒挡住了男人的去路 他刚想要伸手去转 不料巨蟒竟朝他吐出黑雾 男人瞬间被口气熏晕跌落悬崖 没想到男人大难不死 还发现了一个神秘的山洞 洞内居住着一名老人 阿贵向他打定 前往土地庙的路要怎么走 而老人却是指向了洞内 阿贵朝里看去 没想到却发现里面 供奉着一尊土地公的神像 他这才恍然大悟 原来这个山洞就是他要找的土地庙 于是他连忙双手核实 祈求土地公能实现他的心愿 同时也希望刷到视频 点亮小红心并留言大吉大利的家人们 新的一年都能够红韵当头的发大财 但是此时的阿贵有些犯难 因为此前他的父亲 曾向土地公借了十块钱 今天本应是来还钱的 可是钱包却在刚刚 滚落山崖的时候一失了 老人听后表示愿意借给阿贵这十块钱 不过前提是阿贵要帮助的 种植地上的这些草药 阿贵还以为是什么苛刻的条件 撸起袖子就准备干活 而老人却告诉他 这种草药娇嫩得很 白天不能太热 晚上不能受凉 否则草药很快就会枯萎 所以阿贵必须要全心全意地照顾他 于是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阿贵没日没夜地照看这些草药 白天担心草药被晒 晚上在一旁升起火堆 害怕草药受凉 可是即便这样 老人还是不太满意 因为他发现草药上已经长出了虫子 于是又命令阿贵驱虫 为了那十块钱 阿贵还是继续遵循老人的指示 最后草药终于长成了 老人看后很是满意 表示就算是自己亲自来种 也未必能种得这么好 而此时的阿贵也发现了 老人今天突然换了身装扮 此时的老人才说出真实身份 原来他正是服的正神土地公 此番就是为了要考验阿贵 为了答谢阿贵的乡主 土地公就打算实现他三个心愿 而阿贵现在只想帮助村长 解决他心中的三个烦恼 而这一切土地公也都知道 村长正在位 村里的鱼塘没有鱼 河水里没有水而烦恼 还有就是村长的女儿生了重变 无奈之下村长才派阿贵 来到山上请求土地公的相助 看阿贵竟然没有为了自己而许愿 土地公被他深深感动 于是就让他将这些草药拿回去 洒入鱼塘能净化水源 鱼儿们就能活过来 再让阿贵将草药拿到巨蟒身边熏烤 巨蟒被草药熏得吐出一颗夜明珠 紧接着便离开了出水口 村里的水源也因此恢复 最后阿贵将夜明珠交给村长 没想到此时 村长女儿的怪病也瞬间痊愈 村长就以为是阿贵治好了女儿 于是便将女儿许配给他 让阿贵从此走上人生巅峰 阿贵